那男的 樓下开车送你回来的男的是谁 老板 今天下雨 我没有带伞 没带伞 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我不能去接你吗 不用 唐妹妹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丈夫放在眼里 你宁愿去坐别的男人的车回家 都不给我打电话 你现在是彻底不需要我了 是吗 以前我需要你的时候 也没见你对我有多好吧 老公 汤月这会儿应该是饿了 你帮我把剩下的碗洗了吧 老公 上个伤了 快一点 老公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我爸生病重要了 需要动成错 我的钱都给他交出电费了 你能不能借我两万块钱呀 你怎么我们家拿钱 可是 那毕竟是我爸呀 你不是还有两个哥哥吗 他们都没说话 你成什么能 我们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不借 老公 我肠胃炎犯了 你能回来 带我去一趟医院吗 我又不是医生 我回去有什么用啊 你自己打车去吧 可是我已经叫了半个小时的车了 没有人接单 这会儿真的很难受 你不是有闺蜜吗 让他们去接你 实在不请打120 我自容一寸有一寸 正好的心宽传 有一番有一番 打出了一半 让我 注意点这些 是 也不全是吧 我也忘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无数个需要你的瞬间 我被选择了B 你不懂我的难过 你怎么会懂得我突然在这边 那你可以跟我说 跟我商量吗 说什么 细节这个东西 我说了你才做 它就变得廉价 我说了你还不做 我就变得廉价 伸手要来的安全感 没有任何一个理由 所以这就是你背叛我 和别的男人在一起的理由吗 一个热知识 女人也可以当老板 可是都轻心交代 轮回应当 谎言语传 等不掉你的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